接下來帶您看 2014年全球每年生產的衣服 超過了一千億件 你有沒有想過說 那些沒有被買走的衣服 最後會去到哪裡呢 很多衣服賣不掉 只能堆在倉庫 甚至被丟到沙漠去 那麼這些無處可去的過激時尚 終於在台灣找到新的解方 台灣有廠商開發了獨家技術 將衣物的纖維跟回收來的塑料 融合在一塊 克服了這個衣料材質的差異性 給了一幅二字省 2014年開始 全球每年生產的衣服 已經超過一千億件 而那些賣不掉的衣服 究竟到了哪兒 在過去五年 它被報告 Burtberry燒了90萬元的衣服 有約6萬萬元的衣服 每個星期 都被淘汰了 那些衣服 都被淘汰了兩小時的衣服 碳排放量更佔全球的8%到10% 但這些淘汰就醫 現在有了新解方 太陽眼鏡 衣架到各式板材 他們成功利用衣物纖維 結合回收塑膠料 賦予就醫第二生命 比如說你要射出眼鏡 我們要知道眼鏡的特性是什麼 要韌性嗎 要韌 不能夠太軟還是怎麼樣 我們會加上特殊的 屁屁的料 但是我們裡面 至少會有50%以上的 這個纖維在裡面 如何將衣料纖維與塑料融合在一塊 來到台中檀子 羽化重生的秘密 就藏在這裡 這個是我們已經選過色的這個衣服 那我們已經去掉了它的拉鍊跟扭扣 那我們來這裡就是可以進到那個破碎機裡面 再去做更細緻的破碎 只見工人豪邁的 將衣料倒入機台之中進行破碎 但在過往的回收程序裡頭 得透過大量人工或是掃描機器 辨識衣物材料 依照材質分門別類 以我們的這套技術 我們是希望不要去分它的類別 我們只分顏色 基本上在這邊的話 不管是天然的纖維 或者是人造的纖維我們都收 我們可能研發的方向 會跟其他的方式不太一樣 我們就是一個比較 屬於複合型的纖維 不再做細分 這樣是可以最大的程度 最大的數量去運用這些回收的材料 投入改質再造工程 算出黃金方程序 成功將液料纖維 與回收塑膠料結合 賦予了廢棄材料一個全新樣態 應用上可以就是類似 像木材的一種應用 對 那基本上因為它是一個 以回收的這個布料的纖維下去做的一個壓制的一個板料 所以希望它的應用可以更廣泛的應用在一般的家具或者是道具 裝飾面好像一些可能是牆面或者是地面的一個使用 如果要做這樣一塊板那至少都是要20公斤30公斤的這個 這個就是衣服 從土法煉綱到建築全新產線 端端幾年時間進行異業結盟 尋求技術突破 所以我們一直在生產那個低碳的原料 那像生物可分解的塑膠 還有塑膠回收再利用PCR的認證 另外我們就是有工業廢棄物 還有生活廢棄物的回收再利用 像這個紡織纖維的回收 壓注成那個我們可以使用的纖維板的話 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全工利用廢墟上打造綠色霜膜 將廢棄液料與塑料結合作為工業原料 製成板材 家具或是時尚單品 但楊經緯與楊錫倉這對夫子倆 確實半路出家 你去店面裡面的話 譬如說一般服飾店 精品店 你可以看到裡面的道具的成色 那通通都是我們公司的營業項目 人台 模特兒 那個桌裝 那個收銀台 然後桌子 那是承板 還是衣架 住室類這些東西 只要是陳列衣服的東西 那都是我們的經營項目 過去三十多年的時間裡頭 楊錫倉的目光都框架在 那一個個玻璃世界裡頭 專精於生產提供品牌櫥窗的陳列道具 早期的情況實際上並不是非常緊張 但是經過這個COVID開始的時候 很多那個不是業者的話 整個就閉上了 就灌起來了 所以這個東西就變成就是說 對我們的產業呢 產生非常大的影響 不料大意當頭 實體店面 雪崩式倒閉 快時尚品牌 ZARAM公司 是全球最大的快時尚成衣供應商 卻在2020年 時尚第一次削減了店鋪數量 多達1200間門市 進行計劃採測 估計算少說五千多萬 至少五千萬 所以你說少了一半 然後你又投資 沒有 所以我們是走得很寂寞 走得很可憐 走得很空虛 但是這條路 就是為了公司的永續經營 你非得走不行 因為你沒有其他路可以選項 加上歐盟限制越來越嚴格 在合作品牌強烈要求之下 他們走勝了轉型之路 很辛苦 而且我們走得很寂寞 而且我們走得很辛苦 我們從2019年 2019年7月份就開始 然後2019年開始就COVID 所以我們聽到說 我們這三四年來 是走得很辛苦 但是已經看到就是說 這個希望在前面 是已經看到 能夠被人來接受 父子倆就這樣捐起袖子 拉起褲管 摸著石頭過河 一路雖然跌跌重撞 卻成功架起橋樑 練成沸衣循環式 對 對 對